旅客入出境的流程和通關手續 要求一定的速度 而旅客服務中心內的整體設備 只要提供舒適的旅遊環境 除此之外 市樓監控中心的實際成效 也讓監察委員相當重視 目前最大的跡下 從1月份到現在 總共有取締56件 皇靶有16件 讓民眾申請調波路以外有7件 第二站我們來到台中 我們會繼續到基隆 而且我們還要到國外去 到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去 我們去了解 不管國內、國外 對我們港部競爭力 這個專案調查 台中港科沃倫人數不斷增加 而且是全台第二大國際港口 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針對國際港部競爭力的專案研究 五位監察委員 摔堆到台中港旅客服務中心視察 除了實際走訪出入境動線 也參觀監控中心 並在港務分公司和廠商座談 聽取業者的意見 不應該跟貨櫃碼碼頭這些混在一起 你國外來的這些雲團也看 台中港怎麼是這樣子 沒飛怎麼沒飛 這個就是形象有損 所以我們在資料化港區 我們是交換部來管 但屬於在經營的形態 屬於商業失利 但對於整個財政法律的話 又更是財政部有關係 所以我們建議說是不是能夠成立一個 物流專屬的管理單位 程序比較高 之前是經營會在協調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也沒有專屬的一個部會 來管理整個相關物流的作業政策 對於業者提出的統一管理單位 監委也回應將向中央反映 對於港式合作所能提供的強大優勢 也相當肯定 也鼓勵雙方都提出實際的做法 讓台中港能更具國際競爭力 記者怎麼會 台中堂報導 選擇 wrong